早安 雷Sir 阿泰 你也跑步嗎 雨天文台的科學主任真的很健康 是的雷Sir 一直都有跑開 過幾天我還要參加長跑比賽 參加比賽當然好 但比賽和訓練都有很多要留意 雷Sir 你有什麼好提示呢 首先要預早安排好的訓練計劃 託保有充足的準備 好像十公里一樣 起碼都有三個月的系統訓練 如果是半馬或者全馬更長的距離 訓練時間可能要到六個月或者更多的時間 每次練習前都要做足熱身 練習也要按部就班 開始的時候練習時間可以短一些 然後每星期逐漸加長時間和跑步的距離 這樣就比較容易適應了 每次練習完之後 記住不要偷懶 最緊要做足夠的伸展 確保肌肉有好的恢復 比賽之前 當然要留意你們天文台的天理預測 如果比賽那天又曬又熱 那就要穿一些輕便的服裝 還考慮一下戴帽和太陽眼鏡 做足防曬的措施 比賽的時候記得補充足夠水分 以防出現熱衰竭或中暑的症狀 咦?雷Sir 如果比賽那天又冷又潮濕 還有雨落 那是不是穿一些厚一點的衣服 兼且補充水分就沒那麼緊要呢? 那也未必的 因為在不同的環境內 都有很多學問要留意的 沒錯 如果比賽那天又冷又潮濕 當然要注意保暖 但是一般來說 當你跑了一段時間 就會開始覺得熱 如果比賽那天濕度又高 又穿了一些很厚的衣服 那就會影響你的散熱 一樣有機會出現中暑的風險 一般來說 最適合長跑的濕度 大約是50%至60%左右 太濕或者太乾 都需要特別留意的 比賽之前 我經常都叫朋友 上你們天文台的網頁 或者這個我的天文台的應用程式 看看 早點知道天的預測 那就沒有走雞了 特別是比賽那天的氣溫和濕度的預測 看看你適合穿什麼服裝 和怎樣準備 當然也要留意 不同的地區溫度和濕度 都或者有不同的變化 正式比賽之前 記住早一晚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以及比賽之前的兩個小時 就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碳水化學物 入足電油去準備比賽 明白了 不好意思導演 喂喂 什麼話 長跑穿什麼衣服 當然要留意天文台的氣象冷知識 還要每個星期都留意 記住 不好意思導演 再來說 謝謝